我爸爸跟我的教育一直都是做一个这个正直 然后有理想 然后为了这个自己的理想会愿意全力付出的的人 对 所以呢 我想这也是我从他身上然后学习到 这加上我是这个军人子弟出身 其实呢 上来就是对于国家的国家民族大义等等的 其实我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所以呢 即便是我这段时间可能又被一些人所攻击 可是我认为说我坚持我自己的信念 我想我从小到大其实我对于就是国家民族 还有对于这个人自己的理想的一些坚持 我始终如一啦 我并没有说因为我先当立法委员 然后我就可以去放弃我自己的一些政治理想理念 然后会被民粹所动摇 我比较不是这种人 那我在对于很多的论述 我自己我是自己可以说出一番道理的 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重视我说了中国人的骄傲的这句话 可能现在大家只要听到中国的这个term 就很敏感 很刺激 好像认为现在我觉得在台湾有一种氛围 就是只要讲到中国 它就是一个禁忌 大家不可以去讲中国怎么样 也不能讲自己是中国人 种种的这种 谈到中国的这件事情的这个谬误 我认为是很遗憾很感慨 坦白说我并不认为说 我今天的发言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从血缘历史文化 我们就是民族 我们就是同文同种 我就是中国人 互相说中国人 夫人 裳